四十来个学生上课 却只有不到二十套残破的桌椅 有些孩子只好站着听课 三四个人挤一张桌子 有的孩子连桌子都没有 只能趴在同学背上记笔记 这是二十年前的甘肃惠宁阳瓦沟村小学 学校只有两间图屁房 几个年级轮着用 校舍简陋至极 却是村里最好的房子 建学校时 村民们自发来帮忙 村里爸爸几乎都上学 一支铅笔要用三个机弹换 孩子心疼纸 尽量省着用 眼算墨写就在土地上滑腊 黄土高原上的惠宁 十年久旱 日子就像门前纵横交错的沟壑一般 苦着脸 一所所学校 是这片土地上最快乐 最有生机的地方 撒在地里的种子 基本指望不上 撒在心里的读书种子 却生长出一代代人 改变命运的希望 不识字的农民 看到地上有写的字的纸 会捡起来收好 怕是哪个娃娃不小心丢了的 做父母的 走上几十里地 就是为了给在城里上学的孩子 送口好吃的 他叫尤玉香 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农忙时节 哪怕是顶着月光 拉粪扒地 他也绝不让孩子干活 怕耽误功课 赶上连年大旱 没了收成 鱿鱼香的孩子 却总能吃上干粮 我们因为吃得不够 我们进来就出去 讨要一些馒头 草啊 草脉啊 因为离去要比较远嘛 我们很少回家 我们进来就不行 七十多里路 我们送些吃的 1977年 大儿子李生栋 考上兰州大学 随后 另外两个儿子 也考上大学 1977年 恢复高考以来 只有五十多万 常住人口的惠宁 考出了十二万多名 大学生 父子博士 兄弟博士 可以列出一个 长长的名单 奇迹 离不开孩子苦学 家长苦供 更离不开老师苦教 王健林 惠宁县最偏远的教学点 常山教学点 唯一的老师 因患眼疾 视线模糊 写版书时 她的脸 总是离黑板很近 其初只是小毛病 但王健林拖着不去瞧 一天课都缺不得 因为全校 几十个学生 加起来 就是几十天 小毛病拖成大问题 即使后来治了 也落下病根 王健林 要塞下三个年级的学生 王老师给一个年级讲课 另外两个年级就自习 家里农活压在气子肩上不说 王健林还打起了自家田地的主意 2007年 学校要建新校舍 但山奥奥里的长山村 平地难寻 村东头掉个活路 就滚到了村西头 王健林于是把山顶上的一块凉木朵的田地 拿了出来 妻子支持了丈夫的决定 心疼地直说 那么平的地 那么平呢 一个人 一所学校 三十多年 三百多个孩子 一双几乎瞎了的眼睛 王健林说 自己心里亮堂着呢 看这片土地 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个条件 我们没法改变 我们就从我们的人 从我们的孩子去改变 改变正在发生 这个眼神专注的小姑娘 她叫殷亚琴 今年二十五岁 从小喜欢画画的她 现在是一名初中美术老师 这次是一名后的心专注的小姑娘 是一名后的心专注的小姑娘 是一名后的心专注的小姑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